一年前的今天,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开打巅峰之战,结果一匹黑马横空出世,一举夺得年度好声音的鬼官,他就是梁博。 那个今年一直被纳英挂在嘴边的小冠军,但同时他也被很多人调侃为史上最悲催的选秀冠军, 因为自夺冠至今他没有出席过一次商业活动或演出,甚至没有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,完全处于隐身状态。 直到9月29日,梁博在整整消失了365天之后,终于打破沉默公开发声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透露, 自己在美国打磨了50多月之后,终于完成了自己的首张专辑,现在我终于可以底气十足地滚回娱乐圈了。 至于这一年来其他好声音学员的发展,梁博微笑着表示自己都有关注,做演出上节目这些都是商业行为,并不是我想要的。 言下之意是他并不在意吴莫愁、李戴莫等学员的走红,商业气息太浓了,帮忙回离失自己。 梁博最后透露,目前他正在挑选合适的唱片公司,全面回归歌坛已进入倒计时状态, 我终于可以底气十足地滚回娱乐圈了,希望歌迷们还能记得我。 娱乐99港理报道。